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感觉的感觉 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做一个感觉 之前我不是有一个开箱视频里面我买了一支这个嘛 就是这个Essence的一个粉霜 然后这个粉霜其实挺有名的 他说就很多欧美的youtuber说它是CPB的评价代替版嘛 然后但是因为它这个评价代替版实在是太便宜了 就是它跟CPB的价差大概是我算一下 大概是20倍吧 有吗,有20倍,就至少20倍的价差 就是我们来测评一下它到底怎么样 然后因为单独上脸实测的话 就是大家分辨不出来 我找了一个,我手边没有CPB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跟CPB一样的日系粉霜吧 就是比较贵价的 然后也是我目前手边就是感觉质地最像它的日系的粉霜了 就是这个自生堂的时光流离 然后这个的价格 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价格在欧洲是卖2.95欧 然后它的价格是85欧 但是我看美国的定价要更高一些 是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两款上脸来实测一下 好,那个我先上,我先上这个吧 我先上这个,那是Shadow 是的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换了一个背景 这个其实是我的房间嘛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把我的床和沙发就挨一起了 然后这边是我 看一下 就是我的一些保养品的东西 然后 我其实之前想给大家拍我这些保养品 这些保养品的那些东西了 但是,就是实在太多了 然后实在不好说 就不跟大家说了 然后我的彩妆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是收纳到车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镜头怎么弄下来 这是我朋友的三小架 我自己还不太会使 在这 就是收纳在这个车里 我之前的有收纳 然后它是4层的 好好好 就不是什么了 我平常的话 化妆都是站在镜头前面画 就是不是坐下画的 我先上这个时光琉璃粉霜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它 我之前有说过吧 然后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它 它是 给大家看一下 它质地是 看我用多少啊 就我用了 看不见 反正就快到底了 就是挺多的 其实这粉霜就是用量比较少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厚重 然后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服贴的 非常服贴 然后 它的妆 它的妆效也是 先先先上 上了大家就知道了 大家有吐槽这种粉霜的吗 就是 就是需要用一个挖棒这么挖吗 从来都是没有挖棒的 就是 不知道大家不要吐槽我 就是 我之前也有那个 Covermark的中草药粉霜 我也是没有挖棒 我粉霜好像就这两个 我没有其他的了 然后我一般都是 用直接用手指 沾这个盖子里的 今天用的东西都有一些新玩意儿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挺好看 我觉得 其实这个挺值得看的 因为我有一些 好多好多新玩意儿 跟大家分享 然后那个 然后上妆海绵 我用的是 这个是 Sonia Cash Cook的海绵 上妆海绵 我之前用过一两次了吧 然后为了出镜 我又把它洗了洗 然后它是非常吸粉底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粉底液的用量 就会用多一些 我还没个镜子呢 我找个镜子 这种上妆海绵 和Beauty Blender的区别呢 怎么没阳光呢 怎么不够亮呢 这样好不好 它跟那个 Beauty Blender的区别 是Beauty Blender软 它的质地就比较硬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买过一些 比较硬的 不怎么吸水的那种 嗯 葫芦型的那种 上妆海绵 它的感觉呢 就是那个样子的 就是像 我之前好像说过吧 Paymark的上妆海绵 它就是 弹性没有那个 Beauty Blender 和那个RT 上妆海绵的感觉 哦 对我的色号 我色号是 我看一下 我这色号特别合适啊 特别合适 i20 i20的色号 它是那种 先说一下 我对这个时光琉璃粉霜的使用感啊 它就是 嗯 虽然质地很厚重 但是 嗯 上起来脸上就没有那种 厚重的感觉 然后它是属于 属于那种 越出油越漂亮 那个光泽感越好的 就是 就是那种 呃 贵妇级的粉霜 它的特点就是 你上完妆 以后刚上完妆 你没有觉得它特别牛逼的功效 但是如果你持妆到了下午 你就会觉得 它特别服帖特别棒 这就是跟 嗯 开价粉底液的区别嘛 开价粉底液 虽然刚就是 这样刚上上去的感觉就是 呃 区别不是太明显 因为它都是有一定的遮瑕力嘛 然后如果你皮肤底子好就是 嗯 不是那种会卡文卡粉的那种 那种皮皮肤的话 或者是你妆前保湿做的好的话 它的上完 刚上完妆的妆面是区别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待到下午的时候 它就区别还是 区别就展现出来了 对吧 价差十倍二十倍 不是 不是别的 这样我半边的脸就上完了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 就是 看这边就是斑 斑还在啊 就这些斑都在 这边就遮的 遮住了 啊 远一点的看的话就是 这个 这下程度非常好 然后这个妆面效果也很好 就是偏 偏雾面一些的 嗯 哟 太阳又走了 哈哈 好 那我们上那个Essence的 那我们上Essence的这边 Essence 这个粉霜 我用过一次了 它也是挤出来以后 跟那个 跟那个 时光琉璃粉霜是很像的 就是 没有什么流动性 感觉厚重一些 然后 我们来 你看 是很厚重的 看这个色号是 我随便买的 这个我还没看色号 啊 10 10 10色 我这个 色号是不是买浅了 感觉像 忽白面粉啊 你看 好白啊 好白啊 不是太好推 这个我不仅用刷子 更难推 哎 这阳光太奇怪了 你们看我是不是奇怪 哎呦 没有比较 没有那个什么 啊 这个遮瑕力 它虽然标榜着 那个高遮瑕 但我觉得它的遮瑕力 怎么讲 就是 你看会有点卡纹的感觉 有点卡纹的感觉 怎么 单从肉眼看的话 除了这边我感觉更白一些 就是不太衬我的肤色之外 也还行 也还行 但遮瑕力 没太好 就是 对焦对上以后 看见我这些斑 还是明显一些的 那我再上一层试试呢 那我先喷一下 这个是一拳的那个喷雾 我觉得一拳就挺好用的 一拳算是所有药妆里面喷雾最便宜的 应该是 它反正比 李福泉啊 雅样啊 贝德马啊 然后包括大葡萄啊 都便宜 好 我再上一层 看看看看和我这边的颜色的对比 是吧 太白了 给它脖子带一点 看和脖子也有色差 我要买衣领 我感觉我的要闲置了 因为它 也不是特别稀的那种 所以 我觉得对其他的粉底液 不一定要合适 我等会 如果我之后对一下 有别的心得的话 就分享给你们 好吧 我讲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太白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假面感更重一些 然后 没有这边附贴 没有 没有 时光琉璃粉霜这边的附贴 然后有一点点感觉像卡文卡粉的感觉 还是 就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这个 不服不行 不服不行 好 那个 那我们上遮瑕吧 遮瑕我用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White N Well的 White N Well的 这个 Photofocus吧 是叫Photofocus吗 我看一下 对 Photofocus的这个 concealer 这个就是 前三四五个月 前就是特别火的那个 Photofocus系列的那个 粉底液还有遮瑕 反正就上那一系列嘛 然后粉底液我也买了 我也买了两个四号 然后遮瑕我也买了两个四号 然后 啊 粉底液我是没让我哈尼从 从 从国内带来 然后 我这个只让他带了一下这个 嗯 遮瑕 我买了一个841B Light Light to Medium 还买了一个840B Light Avery 买了两支 我用 我用这个Light to Medium 试一下 这我第一次用 我还没用过 我这个颜色也挺浅的 颜色不深 遮瑕 遮瑕 其实 这个追加率还挺好的 就不用这么遮 哦 太浅了 太浅了 这个四号 我天哪 怎么 怎么841B 还这么浅 天哪 这个四号太浅了 没法遮黑眼圈 嗯 给大家拔草啊 这个 不太浅 太浅 天哪 我用都浅 我很难想象啊 因为我是那种常年吃美白玩的人 就是 嗯 我一直在吃美白玩 就是 我给大家拿一下 就是 我会吃这个 我会吃这个 这是 这个是黄汉糖的吧 嗯 对 对 在这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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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黄汉糖的美白玩 嗯 我买了好多瓶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高 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它一罐有240克吧 然后我也能吃到效果 所以我买了两罐之后 吃完了以后又买了两三罐 然后 嗯 不止我买了好多罐 后来又送我们朋友一些 所以 到现在还没吃完 吃了有两年了 就专注吃 吃完了以后再说吧 我 我自己吃美白玩 没有任何 因为它就是维生素C嘛 没有任何的那个 代谢性问题 就有人会说 就是因为 你可能你的肾脏功能 或者其他的这些地方 就是代谢不了这些 营养品嘛 我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遮瑕 太白了 一般 也没有很creamy的感觉 嗯 我多用几次吧 之后在微博上 跟大家反馈 今天第一次用 没啥感觉 没啥感觉 然后我画一下眉毛 眉毛用这个 热门大热产品 然后我一直薪水 然后 其实我买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没到手 这也是第一次用 这个是Excel的眉笔 对 Excel的眉笔 我买的是PD02 好浅啊 这不上色 这能上色吗 我的天哪 这么浅 我这一点都不上色 我天哪 这怎么花 这 这太难画了 不好画啊 我觉得不上色啊 这个我 嗯 据说这个的 假货非常多 我是在日亚买的 转运过来的 这个我觉得靠谱 日亚自营的还是靠谱的 嗯 嗯 这个就是很浅 挺自然的 但是 没有觉得很惊艳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不上色 不好画 哦 这个刷子 头发很软 这个刷子比 那个 呃 就是韩国的刷子的头发软一些 就是 还有 艾丽小巫之类的那种 我眉毛虽然画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曾经为了 呃 逼自己 会画眉毛 我把眉毛全剃下 剃过 就是一点都没留 就连眉头 没有 有的人喜欢把 就是眉头 留一点点 然后就是 呃 有一定的位置画嘛 我全剃了 就逼自己 每天出门之前 必须画眉毛嘛 所以 嗯 对 如果大家想学 学怎么画眉毛 这个方法 然后 我呃 上一点润唇油 有点干 然后 我用的是这个 就是 嗯 卢斯曼自营的 这个 长得有点像那个 枣韵师的那一款 然后 先涂一点 他这个头 做的没枣韵师的好 枣韵师的那个头大一些 扁一些 啊 这个好小一点 反正 都能用吧 来画眼妆 眼妆又用一个新玩意儿 是1028的眼泳盘 对 然后就是 就是 这个六色的 然后颜色都特别日常 特别好用 然后全是有闪片的 然后这个1028好像 反正好评挺多的 然后 但是 因为 不在台湾地区嘛 好像不是太好买 它的那个显色程度 就是挺高的 但是它的持久力度 不是太好 就是不 还是有差距的 就跟 其他的 欧美的其他眼影来比的话 就是还是有差距的 然后 嗯 但1028这个牌子 反正是 我觉得是算是台湾本土 比较网红的一个牌子了吧 然后它的下妆水啊 下妆乳啊 然后 前一阵那个艾迪赛尔 还退了它的高光 然后我也是找 找找找了一个熟悉的淘宝代购 然后买的 火贝度比较有的 然后1028很难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买台湾的东西啊 我反正买台湾的东西都是有 买货或者是必购 嗯 对 必购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必购价位比买货便宜 但是买货的东西比较全 然后 然而就是这样 那个 1028的东西还是很少 对 在那个 嗯 买货和 嗯 买货和必购上面 啊 我之前那个 一个实测影片里吧 大家说那个 说我眼皮有点奇怪吗 其实是贴了双眼皮贴的 就是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几乎是看不见的 但是如果闭眼的话 就是这边这两边都贴了双眼皮 双眼皮贴 哎 哎 我是不太喜欢用这种棉花棒上个 好 这个最深色也没有很深 嗯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加一下睫毛 睫毛也用一个新东西 在微博上刚发的是 Sonia Cash Cook的睫毛 睫毛夹 我用了以后 简直就摒弃了我之前的睫毛夹 之前的睫毛夹都可以退休了 它是一个 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然后它可以卡 就是可以这样卡住 然后把它背下来以后 它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手柄就变成这个手柄了嘛 其实它非常大 然后是这样子加的 这样子推的 然后因为你全部都能握住 然后就是握的手感很好 所以 这个挺好用的 而且这个形状也做的非常好 但是它 怎么说呢 它还不是那种 呃 就怎么加都加不到眼皮的那种睫毛夹 它还是能夹到眼皮的 所以还是要小心点 但是它夹的效果 还有它的这个 嗯 使用感受 手感非常好 而且就是它一折叠也是 比较方便携带嘛 不像那个 蘸地方 好 把眼线画了 然后上睫毛膏 眼线 眼线不用新品了 眼线我找一下 还记得我的眼线比达少吗 什么多眼线 好 有两支 嗯 Essence的 其实我有很多支 然后就 不知道去哪儿了 因为这玩意儿很便宜嘛 嗯 一款是 嗯 Cartros 18小时 18小时的这一款 还有一款是 嗯 Cartros Long Lasting 然后我这 其实我这一段在 上一支 上一支那个粉条实测里面 有露 然后呢 没给大家点进去 所以就赶紧给大家再说一遍 然后 我用哪一支呢 这两支感受是差不多的 嗯 我用个黑的吧 就是 这个是18小时的 好 呃 眼线和睫毛都画完了 睫毛用的是 这个Cover Go的这个紫盖盖 紫盖的这一款 然后我之前不是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绿色的这一款嘛 然后这一款就差不多用完了 我就换了开了一支新的 好 然后我们涂一点 1 2 3 红 3红 我们用新新到手的这几块 啊 17 10 哎 我给大家说完这几块都很像 就是没必要买 买买买 都买 然后这一块 这个分别是 这个块是10 然后这块是14 这块是17 这几块都挺像的 然后 嗯 都是一些豆沙红色的 然后 其实肉眼见它的颜色还是有区别 但你其实上脸以后区别就不是太大 嗯 但是我有一阵就特别迷恋这种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 就 4号都收了 嗯 那我们上这个10号色吧 410号 然后 RT的刷子 哦 对 我没定装呢 用这个吧 嗯 朱尔特的蜜粉饼 这个 这个是我目前用到的蜜粉饼 蜜粉饼界的一番 对一番就是它 我用的是它 我一开始 它是核和 核和那个芯分着卖的 然后 德国小伙伴我告诉你们去哪买 链接和 网站名称我打到这儿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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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之前 就是 因为它挺贵的 而且它特别 性价比极低 就是因为 因为它 20美金吧 哎 多少来20美金吧 可能是 只有 就是核和芯是分开的嘛 只有芯 芯只有1.4克 1.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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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蜜粉饼怎么着也得有7克 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块 这个蜜粉饼是make up for ever的 这个有几克 8.5克 对 至少也得有7克吧 然后像我买的那个歌剧魅影的 大概有14克 哎 14克是吧 对 有14克 然后像 哎 我Banana Powder 哎 我Banana Powder 光这个 Banana Pow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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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多少克 42克 然后它 只有1.4克 1.4克 然后 但是因为它特别好用 就我用上以后 觉得 嗯 就妆面维持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 填毛孔的效果也有 就是很好 然后整个时装感受 定装感受 还有这个粉质的细腻程度 啊 都是就是蜜粉饼界的 蜜粉界的一番 所以我又不惜重金 就买了 买了它的那个 呃 就是粉铺和这个 这个壳 这个壳 然后它一共有两款 一款是 呃 亚光妆效的 一款是雾面妆效的 我没有试过 因为我们这儿没有这个 这个牌子的贵 但是 我看反馈上 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嘛 我看反馈上说 呃 区别 就是这两块蜜粉的区别 并不是太大 这个盒子固定也很多 然后这个地方很容易开 其实然后 然后这个粉也是 反而倒流失 因为太行 如果大家是买蜜粉饼 不是为了订装 或持装的话 是为了怎么讲 填毛孔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 用那个 Carolet Tour 的那个蜜粉饼 对 稍微有一点颜色 那一款 那款我自己也有 好 这妆就这样吧 我不画高光了 也不画修容了 也不画 不画了 然后画个嘴巴吧 嘴巴 准备了两款 用哪款 我特别喜欢用这个 想给大家分享 HM的这个 HM的雾面的唇幼 HM的雾面这个唇幼款 就是 我 没大见人推 大家都喜欢推 它的那个 唇高人那一款 然后雾面唇幼款 很难有推 然后40号名称 我打在下面吧 这款很好看 试一下吧 就是这样子 雾面的液体唇幼款 就是一个挺基础的款 然后还有一支这个 这个是 一个辣南瓜色 也挺好看的 它是稍微水 有点就是 饱和程度 没有 没有雾面唇幼 因为它是这种 笔状的嘛 但是它也是 丝绒感的雾面 丝绒感的雾面 图这一款吧 HM的这一款 它不是那个 不能转印的那种 就是它干了以后 还是会转印一点 是的 它做不到那个 干特别透 然后 敷在嘴上那种 它做不到 但我已经很喜欢它了 好 那 这一次的妆容就 嗯 一会儿应该会 我一会儿会出门 要不给大家录个Vlog了吧 那么我们一会儿 updat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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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